今天早上的新聞 歡迎收看 特首同學者的犯罪 可否舒緩施政困局 觀眾可用搖晃器的溫靈仔 或控制投票 紅色有幫助 綠色沒有具體作用 藍色沒有意見 問題結果明早時事全方位 同大家一起公布和分析 昨天一問大家 本港是否需要有國際高爾夫球場 非常需要的 有百分之十八 需要性不大 百分之三十三 有百分之四十七的觀眾說 不需要的 不知道的 都有百分之二的 至於前天也問過大家 另外一個問題 相信大家應該都記得 就是要不應該放寬外融住宿地點規定 贊成放寬規定有百分之二十八 反對放寬規定 反而佔最多的百分之六十 沒有所謂的有百分之十 先講這個 沒錯 昨天我們也有討論過 反對反而佔最多 我還以為觀眾會支持 起碼有些彈性 其實都 我想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 觀眾 我不知道是男觀眾投票多 還是女觀眾投票多 如果男觀眾 那分別 我想是有些分別的 因為其實 不足的人在家裡 香港都是男主外 女主外 女主內多 我想女性看回外融在他們家裡的工作位置 以及怎樣最能夠跟外融配合到 確實如果你說放寬了規定 讓他們在其他地方住 那就有些其他問題要管理 是 但可能是地方小的 比如那些房子是否真的安全 亦都會不會 是否男女的房子一起住 以及會不會產生一些另外的男女關係 這也確實是 我想尤其是一些女僱主 他們會比較多關注的地方 還有要多付錢 要出去住宿 我覺得錢反而他們不太介意 不過這個問題真的比較難回答 敏感 如果你問我 其實說真的 你小個人在家裡住 照計 我不用給叔 不過我想大家不是這樣看 尤其是一些女僱主 所以下次我們不妨再找女僱主 分析一下這個結果 這樣就更好 高爾夫球長方面的問題 有47%的觀眾都說不需要 但需要有18% 需要性不大的33% 所以那塊地究竟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這塊地 本身已經成為一個政治的事件 不應該純粹從一個 是否能打高爾夫的角度去看 而且事實上 高爾夫球本身大家都知道 就不是一些普通人 現在普及了多些 我想你所謂普及了 都是看環境 如果要買齊一套肝去打 我想不是每一個人 基層市民都可以負責得起 所以這件事 究竟我們應該 跟現在重中之重的訪問 是怎樣去考量 我想其實相當簡單清楚明白 是的 先談到這裏 新聞回來之後 有電影館 我們明天九點半時時傳播 我們再見 拜拜